先来测润后糖 平时用嗓比较多 有的时候录音录着录着就别差了 于是习惯常备一颗在身上 吃上一颗嗓子真的好很多 声音马上不压了 润嗓还能解馋 碰到饭滴血糖的小伙伴 还能掏出糖来 搅到一颗 洗干净的梨切成小块 不用去皮 用泼皮机榨成汁 倒进碗里 用纱布过滤一下 用力把梨汁全拧出来 先把胖大海泡发 滤出来的梨汁备用 把穿背也抹上粉末 胖大海和穿背 都是润肺立嗓的中药 加上屏幕上的这些材料 一起倒进梨汁 小火熬煮30分钟 煮好后的梨汤用筛子过滤掉杂质 再加入200克黄冰糖和50克麦芽糖 先大火加热 到110度时马上关下火 这时候要边煮边搅拌 避免糖受热不均匀 到130度左右就可以关火了 继续划全搅拌 等到它冷却成糖液时赶紧灌入模具 要快一点 冬天天气冷 如果凝固了就再加热一下 裹上2-30分钟就完全凝固了 把它们脱模后 稍微裹上一层糖粉 可以防止它们互相粘连 现在天气干燥 容易引起咽喉不适 这样